咱们这个核能供暖项目在当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展还是比较顺利 目前供水温度已经达到了60度 10月30日开始陆续投用 11月1日正式供暖 随着全面开栓供热 各项运行数据即将通过各个模块 集约化呈现在智慧大屏上 通过对采集的用户试温和环境温度的实时监测分析 实现供热系统 自动化管控调节 让红颜河镇百姓享受到安全稳定优质的供热服务 以前我们供暖呢就是家里一个小锅炉 最高能达到身体温度达到178度 并往之后呢 保守的估计呢 这个温度能达到2030度 关键呢它能省钱 环境呢也好 危险 我们今天刚通暖些 摸起来温度可高了 感觉比训练暖和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